2006年7月 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 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在渥泰華向媒體公布 調查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 報告引用了大量調查實例 指證中共活摘器官是真實存在的 是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 兩位作者描述他們如何進行證據的蒐集 其中更是多方引用中共官方的說法 及公布的數據確定活摘器官指控的真實性 揭發駭人聽聞的人體超市 今年9月1號 曾在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醫務科工作的周一迪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中共活摘器官真實存在 2002年前後 他所在的醫院 每天至少做兩臺手術 周一迪在醫院最前線處理器官移植事務 當時他以為器官來源全來自於殺人犯 幫這些殺人犯完成器官捐獻也算是一件好事 每個人就像機器人一樣 不會多思考一下 就是去追究深究一些東西 就是 上面告訴你什麼就是什麼 我那個時候就基本上就是看電視 我沒有任何信息來 就是 就用電視台報紙 然後學校老師教育 然後打的那個什麼什麼領導的教育 就是這種的 所以那個根本也沒想 中共最早聲稱使用死囚器官 然而死刑犯每年大概只有數千人 在器官捐獻系統相較落後的情況下 如何一躍成為器官移植大國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有驚人的器官移植病例 醫生個人的移植數量達數千例 單日移植量可高達一天19臺腎移植手術 供體來源充足 等待時間超短 周亦迪說 任何器官移植都要配型 在醫學上要配型成功並不容易 如果沒有器官庫和器官配型 大陸怎麼可能有那麼大量的器官移植手術 周亦迪說 在醫院醫務部門工作期間 醫院明確規定不接受任何私人或非政府 衛生部門批准來源的器官 唯一的來源就是官方渠道 周亦迪表示 2002年那年 當時柯主任便指使他拿著醫院批條 到廣東省政府省委蓋章 根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報告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器官移植科 有可能是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的主要發源體之一 該院副院長何曉順和多名醫生 在電話調查中承認使用法輪功學員器官